播放聲音的部分在音效這邊 這個音效的內容除了有播放節奏樂器 跟一般的樂器 這裡面樂器有128種 不含節奏 光一般的樂器有128種 音階也是每個音階都有 可以自己點 如果你要用音樂跟節奏直接選就可以 但是如果你要播放聲音 你就可以找那個WAVE檔或MP3檔 把它匯錄進來或者是直接自己錄音 那聲音在這邊 這是它原來的聲音資料庫的 這是它的喵 那我不要的話 我就自己錄 當然你要裝那個麥克風 我們的那個麥克風電腦上面都有 然後沒有的是在那個網路攝影機前面有一個小洞 那個也是麥克風 所以這裡每一台幾乎都有 網路攝影機前面有個小洞 小小的洞 那個就是麥克風 好 那這樣子 就是你要用這個角色要用到的台詞 通通要錄在這邊 所以如果它有講詞句話 你就把詞句都先錄好 那我們就先錄兩句 好 那錄的時候就按這個點一下 警告警告燈光太暗 燈光太暗 請開燈 好 這樣就錄好了 再可以重聽一次 警告警告燈光太暗 燈光太暗 請開燈 好 那如果你稍稍不滿意前面這個不要的 你就把它選起來 它可以刪除 還可以做簡單的剪輯 簡單的剪輯 好 這樣就有第一句了 然後你可以再錄 這名稱可以改這裡 這個是開燈 那我們盡量 就是寫程式的習慣 這個盡量名稱都要改 這樣你寫程式比較不會弄亂 好 然後再錄一個 再點一下 第二個 已為你開燈 歡迎再錄關營 這邊 好 那這個就是關 謝謝 好 那你錄了兩段之後 你在程式如果要播放的話 就用這一個 這兩個有一點差別 這個是會把這個音效檔 播到全部完畢了 才會繼續下面的動作 那這個是 播了它就不管了 所以如果你 如果你變成這種情況的話 這樣你可以很明顯的看到它的不同 這一個就會很像那個唱片壞掉 就是 本來是要講警告燈光太暗對不對 那因為程式執行得太快 所以它在播放第一次 播放出去的時候 它又回來又播第二次 所以它就會一直 禁經 來給它上面外掉 那這個就是整條都會播完 播完才會繼續下一句 所以這樣的方式 蠻適合當背景音樂的 已為你開燈 歡迎再都廣佛 已為你開燈 歡迎再都廣佛 已為你開燈 已為你開燈 兩個衣服在這裡都廣佛 警告 警告 燈光太暗 燈光太暗 請開燈 沒有這個重複是播一次 警告 警告 燈光太暗 燈光太暗 請開燈 大概是類似這樣 所以你就可以寫進你的程式裡面 好 這個是聲音播放的部分